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玩泥沙的感觉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叫做水往上流 为什么叫水往上流 是这边的地高起来 它一定是这边高这边低 不过它看起来上去嘛 拿一片叶子来试一试 文明是读物理的 我决定退学了 因为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而我本身是读生物的 我觉得这条壳呢 是有生物力量 天然的石头好像很Q的石头 哇 山仙台这边的海浪声 真的跟普通的沙滩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咯咯咯咯咯 沙滩看得多啊 石头滩咧是第一次看到 石头跟浪花冲击的声音 很特别啊 撒糖 简直到温柄 有色情感 诶 cooperation 我的心理障碍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浮潜了 穿的是打五族的最传统的丁智库 他很爱秀女派好 不要 我们现在看着呢 就是兰宇最安全的浮潜区 他不想讲话 他感觉很委屈 为技术而牺牲 我是广荣 我是打五族的勇士 这就是海葵啊 海葵里面的小丑鱼 苏武牧羊哦 苏武牧羊 那你怎么怎么样 苏武牧羊 他的耳朵那个地方有多几乎 这很厉害 如果说不小心被车子撞到 或压到后 这水家的鸡啊 他就知道是哪家子 其实 这种夜间徒步 Jungle Tracking 已经有走过几次了 早冒同意还是第一次 他的眼前是黑色的 如果说 你看看 他那个眼睛有呈现 米黄色 他在做一个调整 我们会找他 很困难 原因在哪里 他的颜色跟树干 树干是一样 有没有 我们好像发现了一条 类似海蛇的生物 有点很兴奋 但是也有点怕 啊 不要哭啊 我很怕 通常晚上 你旅游到了晚上 基本上你都是在房间过日子 然后有这种活动 在夜间探讨 就是当地的 动植物的夜生活 其实 还算是第一次吧 有时候旅行不一定是 只是就是 白天啊 吃和玩乐啊 做看看 晚上呢你可以 亲自 走进 大自然 这个在平常 早上就是吃这个 就是 地瓜 加 鱼干 很香 不错啊 嗯 我们现在站在就是 蓝羽上 呃 达屋 非常非常有历史性 很传统的地下屋 这个就是一个凉亭哦 就是在夏天啊 工作的时候啊 热啊 还是什么的 就可以在这边休息啊 这个就是工作室 就是主要是给 兴奋的时候 还有 添置那个 渔网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进行 这个就是 主卧室 这个平常吃饭啊 睡觉啊 就一个家庭有三个 嗯 三间就工作室 凉亭 还有啊 主卧室 唯一家 这边有26家哦 48个人还在这边住的 哇 咬一咬 咬一咬 先腾一下 哎哟 这个咬一咬 整个咬啊 我们不会爱你 然后人家都可以吃 哦 红色的 很好吃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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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我就好 哦哦哦哦哦哦 啊 你看那只狗 睡得这么爽就知道 啊 想坐在这边啊 啊 太爽了 啊 太爽了 我们会经过浪岛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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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较少看到这种 这种看起来是什么盐啊 你来到哪里? 哦 我们 从马来西亚 对 你来到马来西亚 哦 马来西亚 对啊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能 可以再来住一段时间吧 但是不一定要穿丁字库 太美了这边 这边就是艺术 国际艺术家庄 当时被称为政治犯的人 都被关在这边 两个人还好 但是这间房间 以前是盖 装可以装三十个人 怎么挤 就站着睡了 其实在绿岛呢 就慢活啊 然后到处可以走走啊 就看自然景色啊 其实也不少了这些人文 历史的记载啊 也可以看一看就是见证一下 台湾的历史的演变 全世界只有三个的海边温泉 哦 人生最幸福的是 我过过一温时 已经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礼拜了 整个感觉真的是 开始会舍不得台湾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 我爱东台湾 而是这一杯 你不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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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芦苏